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新闻网6月17号报道 美国海军近期向国会递交了一份 简略版的长期造舰计划年度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 美国海军不再坚持以过去提出的 355艘有人作战舰艇为目标 而是将建设未来的分布式海军部队 作为优先事项 新闻件显示 美海军规划未来舰队中 有人作战舰艇的数量在321艘至372艘之间 无人作战舰艇数量在77艘至140艘之间 并且不未完成这一工作设置时间表 二者相加 美国海军未来舰队规模在398艘至512艘之间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表示 海军目前的经费只能负担300艘有人舰艇 放眼未来几年 造舰预算大增的希望并不大 文件显示 美国海军将致力部署更多小型战舰 而不是局限于从事最复杂任务的大型水面舰艇 虽然文件表示支持发展大型航母 但也提及将研究轻型航母等心智战力 以彻底了解他们的分布式杀伤潜力 为未来部队提供最佳组合 据介绍 分布式作战概念已经成为美军各军兵种的基本作战思想 这是一种专门为俄罗斯和中国设计开发的作战概念 按照美海军相关文件的描述 分布式杀伤概念有三大支柱 一是提升单舰的进攻性杀伤能力 要足以对强敌产生威慑力 足以对强敌实施作战 足以为后续开展联合作战获取战场优势 二是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分散部署进攻能力 形成多个攻击员对多目标打击的局面 迫使对手面临决策和资源分配的困境 三是为水面平台分配合理的资源 以维持其作战能力 这里面包括对战舰的防御能力进行升级 通过组网和战术形成战舰之间的协同防御 最后足以承担战损 并在指挥控制能力受损的情景之下持续作战 自2017年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提出后 美海军持续向分布式作战所需的兵力结构进行调整 在新的兵力结构中 大型水面舰船的数量明显减少 而小型水面舰船和无人舰艇的数量将大幅增加